家教资讯交换平台 新104家教网免费家教资讯交换平台 家教资讯交换平台 完全免费 老师找学生家教案件 学生找事和老师媒介 家教资讯不告栏 每月更新 HG's New104 Tutorship Platform Blogspot 家教案件科目 国文英文数学理化生物社会体育 日本语 老师履历介绍资料库 构建中 免费提供老师学生家教资讯交换平台 欢迎老师学生加入注册 加入新104家教网填写表单 成为新104家教网成员 免费取得家长或老师资讯 或发布家教资讯 免费家教资讯交换平台 新104家教网免费家教资讯交换平台 家教资讯交换平台 完全免费 老师找学生家教案件 学生找事和老师媒介 家教资讯报告栏 每月更新 HTIS 新104Tutorship Platform Blogspot.com 家教案件科目 国文英文数学理化生物社会体育 日本语 老师履历介绍资料库 构建中 免费提供老师学生家教资讯交换平台 欢迎老师学生加入注册加入新104家教网填写表单 成为新104家教网成员 免费取得家长或老师资讯或发布家教资讯公布在网站上 我对 Schwarz人家教费 《Noise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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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兩個兩個一個是郵局一個是圖書館 借片行靠近我們家圖書館已經關起來禮拜天 好你現在on Sunday是不是every Sunday的意思 你知道on Sunday就是every Sunday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這個是文化系統的問題來我跟你講 所以你這一題是錯在文化 好這個我們今天on Sunday你看看 看看他有沒有加S 有 那就是every Sunday 所以是習慣對不對過腺位都有 是不是習慣 嗯 所以on Sunday就是every Sunday on Sunday就是every Sunday 那這樣的意思是不是比較習慣 比較習慣不是過腺位用現在式嗎 嗯 好要用現在式就好了 那你寫的是完成式 你那個整那個時態的keyword齁 現在式的keyword 過去式的keyword 未來式的keyword 完成式的keyword 你大概知道嗎 不太清楚 嗯 在這邊 我不知道怎麼講 現在式就是every 過去式就是this morning 好我看看能不能一次解決 來 好 我現在來看現在式 我不知道找得到還是找不到 好找找看 因為好這個東西要寫的東西不是一下就可以講完了 不過還是可以找找看來 我剛剛用打的比較快還是怎樣 不一定不一定用找的會比較快 用打的 現在就是整一次解決啦 要一次解決齁 好 那我決定用打的好了 叫實態的keyword 我全部一次解決齁 來 嗯 我打在這邊 然後給你呼應過去好了 叫實態keyword齁 來 那以後就可以抓了齁 來 好 好實在的keyword來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解決齁 第一個是不是現在是 嗯 齁齁 比較習慣 短的叫習慣 長的叫生理齁 好 我要打很久欸 嗯 好我一次就解決齁來 好現在是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不是過去式 嗯 啊你要把它背起來齁齁 齁 好 另外一個過線會 第三個是不是未來式 嗯 好再來是不是完成式 完成式有分現完過完未完 對不對 對 完成式 我們知道講完成式喔 那有分現完過完 然後現在完成式跟過去完成式 嗯 嗯 國中只有考到過去完成式齁 嗯 嗯 那這裡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背啦齁 那實在是一定會考 好 然後是不是 再來就進行式 是限進過進未進 對 嗯 現在自己是我們就寫限進齁 嗯 好你國中主要就是這這幾個齁 未來進行式齁 嗯 好 那現在進行式的 keyword 是哪一個 第一個是 every OK 基本上就是 every OK 嗯 就這樣 沒了 嗯 沒了啊 好 那什麼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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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ten就是過 often不一定啊 可以也可以是過去 他過去常常 好 只要你看你他是 過限位就是現在是齁 過去是的話 用 this morning 好 比較特別注意的是 the next day the next year the next month 過去的第二天 第二年 OK 你這個要整套季喔 the next day 過去的第二天 the next month 過去的第二個月 the next Christmas 過去的第二個聖誕節 你就一定要把它背起來喔 跟背單是一樣重要齁 嗯 那背起來之後 比較不會錯啦 啊 啊 啊 還有哪些是過去式 看到 Ago 沒有Sings喔 我講的是Ago OK 嗯 啊 那 yesterday 我不用講了 Yesterday 你一定會寫的 OK 嗯 對不對 啊 Yesterday啊 那個我就不寫了 好 好 那未來式的 keyword 未來式的 keyword 未來式的 keyword 一定是next 什麼next month next year 沒有next day的喔 OK 嗯 好 再來呢 是in the future 在未來 好 那未來式比較 比較沒有問題 Tomorrow 這個我就不寫了 Tomorrow 那些很簡單的 我就不寫了 OK Tomorrow你會吧 喔 好 完成式的 keyword already 是肯定的 他沒說哪一種完成式 可以現完過完未完都可能 第二個 一個是用於否定或疑問 好 第三個呢 Ever是不是從以前到現在 現在完成式 OK 所以Ever呢 是完成式 而且 基本上 是現在完成式 表經驗吧 對不對 嗯 然後呢 曾經 one 是不是曾經用過去式 曾經對不對 曾經喔 我講的是曾經 不是一旦喔 我講的是曾經 one 你可以當曾經 也可以當一旦喔 嗯 啊 你要把它背起來 齁 先了解之後再背起來 好 那完成式還有沒有 有啊 完成式還有耶 這些日子以來 你先從過去到現在 那個是現在完成式 這些日子以來 然後呢 最近 過去的兩個禮拜 好這個是現在完成式 齁 那還有一個是不是 since since後面用過去式 前面用現在完成式 對不對 嗯 當自從到現在 還有一個既然或因為 這沒有這個限制 後面一定要過去式 另外半樣現在完成式 還有一個是不是次數 一次兩次 這個對不對 嗯 一次啊 兩次啊 三次啊 四次啊 好 那過去完成式 過去完成式 就是以前以後 對不對 嗯 他 跟完成式的 keyword 可以一起用 因為完成式不 你這個完成式 是不是什麼完成式 都可以 OK 嗯 所以完成式 我們要注意的是 過去完成式 以前以後 好 就這樣齁 來 然後現在進行式 基本上 他有限制的 他基本上是鬧 但是 但是知道 喜歡 跟有 不能用進行式 對不對 知道 不能用進行式 對不對 還有喜歡 不能用進行式 對不對 還有有 吃喝沒問題 有 我講的是有 不是吃喝喔 好 進行式 就是那 可是後面這三個 不能用進行式 OK 好 過進進行式 是不是過過進 對不對 對 我就直接寫過過進就好 不要同時花生啊 好 就這樣 好 第一個 現在是 你看到Avery 就是現在是 好 我們就叫實在的 Keyword 整套 基本上歸納成 你是這樣 現在是 你只要看到Avery 這樣就是現在是了 好 第二個呢 過去是 你看到This Morning 原則上 現在不是早上 今天早上 The next day 第二天 The next month 事情發生過後的 第二個月 還是發生的 事情發生過後的 第二年聖誕節 還是過的 還有Ago 還有曾經 不是一旦 萬事可以當一旦 也可以當曾經 當曾經是復始 當一旦是連接詞 所以我講是曾經是復始 不是一旦那個連接詞 那 萬事也可以當一旦 一旦的話是連接詞 那這個第三個比較沒有問題 你知道 Next Tomorrow 這些你會看 Already 他沒有說一定是現在完成式 知道他是完成式 但是用在肯定的 業者是不是我移對不對 然後現在完成式 還有一個叫 so far 到目前為止 好 所以完成式 現在完成式就是 就是這幾個 什麼Ever 什麼Listate 這些是從以前到現在 最近啊 過去的幾天啊 過去的幾週啊 自從到現在 這不能換作因為 因為自從過去到現在 後面是過去是 另外半用現在完成式 所以你這個還 也還需要用戶錫耶 那萬事是一次嘛 對不對 twice 是不是兩次 三次次數表經驗嘛 還有so far呢 是到目前為止 好 就這樣齁 那完成式 就是過境完成式 這第六車的 一前以後就過過完 好 過過完 好 那現在式就是那 但是 知道不能用進行式 喜歡跟有 不能用進行式 但是吃喝可以用進行式 好 Haven Haven當有的時候 不能用進行式 但是如果Haven當吃喝的時候 可以 吃喝可以 但是 這三個是不可以 你這邊有打個叉 就是不可以 知道 喜歡 但是吃喝 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吃喝就沒有問題 過過鏡 好 那你現在想想看 你這邊everyday 剛剛那個on everyday不是on everysonday不是 就是 我現在把它貼到你這樣 剛才貼到你那邊齁 所以on sonday on sonday就是every 那這樣就是習慣 現在是ok 可以 所以你這一題啊 這一題我看一下 你這一題 你錯 你連續錯三題 三題 四題 五題 嗯 看起來好像都是文化錯 啊閱讀測驗 還不知道 嗯 看起來你錯的都是文化 啊 那 其實文化 不是想像中的那麼難 但是你要去注意啦 我覺得你音舞應該是可以念得起來 而且可以念得很好 但是你要知道為什麼錯 所以呢 你這個是不是on sonday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啊他有沒有加s 他有加s對不對 嗯 啊加s就是everysonday 啊 ok 他有加s啊 不是只有一天啊 是每個禮拜天 所以用現在是啊 啊 啊 現在有兩個人 兩個地方 boss a and b 是不是兩個 所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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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現在是 那問題是 你是說已經關起來 還是被關起來 我看一下 郵局跟圖局跟圖書館 每個禮拜天關起來 好 你現在看齁 你現在boss a and b 是不是複數 是不是b 是不是b跟d選一個 那你寫的 那你寫的是已經關起來 對不對 嗯 可是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是 他現在是說 齁 你寫 你寫主動態我可以接受 你知道嗎 OK 但是 但是 但是電呢 是 我們講 電開門跟電打開 你要怎麼講 你開門是 the door is open 關門是 the door is closed 這個你要知道喔 好不好 啊 開門跟電開門 你這個要記起來 啊 好 趕快把它記起來 就是說這個電呢 this shop 啊 this shop 啊 意思 open 請問這個open是形容詞還是動詞 到底是open還是open的 你覺得哪個才對 講錯沒關係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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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形容詞 我們 這個是習慣 習慣這樣寫啦 你如果說 the door is open的 不是習慣這樣寫 這個可能 可能用記 要用記著呢 因為這個比較 不好講 因為這個是形容詞 不能用後面那個 但是電是關起來 那就不是這樣子的 電是關起來的話 他用的是 是closed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closed的形容詞 就只能用pp OK 嗯 因為我們沒有形容詞可以用啊 聽得懂嗎 因為它沒有形容詞可以用啊 關起來的關 就一定要這樣寫 所以開呢 不是右邊那一個 可是關了卻是ED 那所以我說這個 比較特別吧 所以 這家電是開著的 它是形容詞 那電是關著 那因為我們這個關著的 我們沒有 沒有怎樣 我們沒有 形容詞 所以只能用closed 開就可以 OK 就一定要這兩個 好不好 用實際的好不好 嗯 所以一個是新 所以一個是 因為closed 如果我當關的話 我沒有關的形容詞 可是開著的 open 是不是開著的 嗯 啊 所以 呃 這個是這樣子 齁 那 所以 你這裡 你看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是不是 禮拜天都 是不是關起來 是不是現在是 對 現在是 所以是R 那你寫的 是不是完成式 你那個D寫的 是不是完成式 所以你是不是錯在實態 OK 這樣了解嗎 OK 是不是現在是 嗯 啊現在是 不是用完成式啊 所以答案是B OK 嗯 啊 closed 啊 好 第三題 Morley Brown 寫他的書 當他是在 國中的時候 有沒有講過 現在現在考你 第六側 正在考 過過過過過境 過過往過過過位 第六側 OK 嗯 第六側最愛考的 就是過過過過境 過過往過過過位 這就是第六課的重點 你覺得這個兩個時間 你是緊接在後還是 還是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嗯 差不多 啊有沒有跟你講過 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或緊接在後 用過去式 你要背起來餒 有沒有跟你講過 嗯 我再給你找給你看好不好 找你的筆跡喔 好 所以我說那個東西是放在腦筋裡面 這個前過後過太重要了 對不對 嗯 如果這些你了解 那自然而難 啊 就知道錯在哪裡 就會 就是高中的東西 會比國中更難 兩倍半到四倍 所以國中的東西 齁 我們應該應該可以變成強哥 可是你要 把這之前 不懂的地方 或是不熟的地方齁 要把它背起來 因為有些東西 系統是要用背的 所以 所以前過後過 我們早就背起來了嘛 對不對 剛才那個 keyword對不對 齁 所以理解之後再背齁 啊前過後過 你看看我之前有沒有講過 過過是不是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或緊接在後 你有記起來嗎 OK 啊 啊過過境不是同時發生嗎 啊過過完不是以前以後嗎 啊過過位不是表過去的未來嗎 OK 那過去式的類種 有過去式ED 過去機型式 我是VING 過去完成式 還有過去未來式 那四種結合 過過過過境 過過完 過過過這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針對動詞跟時間的關係 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或是緊接在後 過過電表同時發生 過過完表以前以後 過過未表過去的未來 齁 那你現在主要是教你判斷 你看看他在國中的時候 跟寫這本書 是不是時間差不多 是不是時間差不多 對 那就過過就好啦 OK 對不對 啊還有你這個主動 從他看B加PP是不是被動 嗯 他是不是SVTO 是不是SVTO 極物動詞加受持對不對 嗯 寫這本書是不是SVTO 對不對 所以答案是B OK 所以這個叫做過過 過過是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或緊接在後了解嗎 嗯 嗯 我給你的錄影的東西 一定要 一定要把它了解 要順便把它背起來 好 就是錄影的東西 齁 有有有錄過 所以有有講過的東西 一定要深刻的把它 把它記起來齁 齁 齁 這個叫做過過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嗯 就是在國中的時候 這段期間他在寫書 都是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齁 第四題齁 也許也許透過這樣講 應該這個應該我覺得應該不會再錯 如果如果你 你現在身 因為第六 第六章主要就是在講這個齁 Henry呢跌倒了在這一個看電影的期間 然後我也跌倒了 有沒有跟你講過 一般這種多的是 嗯 寫寫住住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般動 嗯 那一般動 嗶嗶住住 一般動多子 過去是不是did 我也是對不對 嗯 好 我們兩個人有趣 我問你喔 睡著了是喜歡看還是不喜歡看 不喜歡 不喜歡 兩個人不是neither嗎 兩個人都不喜歡看啊 哦 對不對 你寫的是我們兩個人都趕到有 ED是不是趕到有去 嗯 ED 啊 interest齁 那 我看齁 呃 我可能 我有一次就是用 呃 在考前的時候 會每一天都用講重點的方式 就直接用題目帶你 就直接 直接告訴你用題目來做 就是 全部都是聽我講就可以了齁 但是呢 現在我們為什麼還是要你做題目 因為做題目我才知道你哪裡不會啊 是不是 嗯 啊你沒有做 你沒有錯給我看 那你你錯給我看就表示說 你那個地方不清楚嘛 所以我們是說把這個錯誤找出來 然後你再去理解再去變 然後越錯越少了解嗎 嗯 所以你現在看它跌倒 你現在看我們睡著了 Felos Lee是不是睡著了 對 啊睡著了一定是不感興趣嘛 對不對 嗯 你寫的是兩個都感興趣 ED是不是感到ED 被弄得很興趣是感到很興趣 我們剛剛講B加PP就是 被或是感到對不對 對 好 人被弄得很有興趣是感到很興趣 可是它我們兩個人快睡著了就表示說 兩個人都沒興趣對不對 嗯 好 兩個人都沒興趣 所以呢 這個答案呢是B 而且它這個答案是寫錯了 OK 這個地方改為Wars 我確定它是錯的 Needer是不是兩者認一個 對 Needer是0耶 0怎麼可以用Word 對不對 是用Wars OK 嗯哼 以我的答案為主喔 就兩個我們 啊 上一題可以再講一次嗎 上一題可以再想一次嗎 這個呢 是不是 在高中這段期間的時間做這個動詞 跟在寫這本書做這個動詞 兩個時間點的動詞 是不是差不多 嗯 對 時態是不是針對動詞跟時間的關係 先弄清楚知道嗎 知道 好 那你現在只要注意動詞 他說他在高中的時候寫這本書 寫這本書跟在高中的時候的那個是 時間點 高中是不是這三年 寫這本書也是這三年 這寫跟是在高中的是 是不是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嗯 啊兩個時間差不多不就是過過嗎 喔 嗯哼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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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好 齁 或許齁 齁 那個不是英文的話 如果說你的數學齁 如果你有 覺得好像都是 就是不知道怎麼接受 我或許齁 不是在這個影片上講 就是說 我會跟你講 在私底下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去思考 OK 好 啊現在我是不是教你怎麼去思考 嗯 而不是用背的呢 用背哪有用啊 對不對 用背也背不起來啊 對不對 嗯哼 好這樣了解齁 啊 啊Needer是不是0 我們跟你講過代表數是0 有 啊代表數是0 怎麼會用Word呢 一定是單數嘛 嗯 對不對 好就這樣齁 這兩題已經講解了齁 好 如果你這 這三題都對的話 這 這個應該 一定 一定可以到A 我認為你一定可以到 但是 就是你要把這些錯 不只是錯 還有每一個錯我都要記記 不是只有針對文化 我跟你講過了 我們也有訂正客漏字 我們也有訂正文化 我們也有訂正單字嘛 對不對 啊我們也有訂正印度測驗 就跟聯考一樣啊 對不對 好來 你看齁 這裡 HERA主持是不是2張票 對 For you 這裡有2張票給你 對不對 Fore是不是給 嗯 You can go to the concert with 你父母是不是有 你可以去 你要一個兩個都可以 對不對 嗯 好 那 兩個都去是不是boss 對 啊一個 任何 依熱是不是任何一個 對不對 那我問你 你只能跟幾個去 兩個 三個 那這樣加起來是三張票欸 哦只能跟一個 對啊 因為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初心嘛 因為它總共有幾張票 兩張 啊你現在 你如果你寫兩個都去的話 那這樣要三張票 那依熱是不是任一個 嗯 所以才是欸 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初心 OK 嗯 主要是這裡有兩張票 那你如果跟兩個一起去 那這樣加起來要三張 OK 可以 好 就這樣 然後我們來看對話 那我們這邊訂正完之後 我再把上次那兩題順便訂正 好不好 好 你現在 今天你講的是綜合 但是 我希望你寫 的題目 一直把它抓出來 一直抓出來 我一直講給你 一直做題目 一直做題目 把那所有的題目 要順便背單字片 OK 單字片也是私底下在背 但是題目抓出來 我告訴你錯在哪裡 OK 好 police 是不是people省略掉 好 police 是永遠是複數 那我就不再跟你講這個單無數的問題了 警察 就是 就是 發現到這個人 勒扣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名字字記 知不知道 發現是不是極物動詞 然後這個人是不是 NSV 行動詞指句對不對 嗯 知道嗎 知道 所以這邊一個名詞指句裡面 帶有行動詞指句 NSV 這不是NSV嗎 是不是NSV 嗯 所以這邊神類叫混 混 我把它逼出來了 對不對 隱視的對不對 啊 嗯 哇 所以我是說行動詞指句是不是隱藏在你的答案 在隱藏在你的題目裡面 你的速度要快對不對 所以他們 catch是不是抓或趕上 對 OK 我現在告訴你 catch到底有什麼意思 好不好 一次解決 那有時候是字的文化 你要整套了解 catch是不是有抓魚 對不對 還要趕上巴士對不對 嗯 所以 我們不要小看這個catch 它有三個意思 你後面字不一樣 你的意思就不一樣 啊 啊你如果是抓魚 是不是catch the fish 嗯 那你不是抓魚嗎 啊catch the bus 不是抓巴士耶 是不是趕上巴士 嗯 OK 所以catch是抓 或是趕上 好 好 OK 來 現在來看 他說 這個警察 發現這個 他們抓的這個人 所以主持是不是這個人 是不是單數 have nothing to do 你知道這個片語嗎 沒關 有沒有背過這個片語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喔 好 我先跟你講 齁 片語 可以記 啊 國中的這個齁 因為主要是有其他的版本 啊 have to do 是關聯 OK have to do with 這樣就是關聯 片語 這是一個片語 啊 好 好 然後呢 have something to do 就是某種關聯 OK have nothing to do 就是沒有一種關聯 好 好 這個英文也要背 你知道嗎 我們 數學跟英文 你數學還好 但是我們的英文呢 也要你變成你的強科 我企圖要把你他變成你的強科 好 越難不一定是越不好 如果說你認為很難 很多人認為很難 我把它變得容易了 就變成你 英文就很強 對不對 啊 可是有些是片語啊 就是 to do do 是不是跟他會做什麼東西 就是關聯的意思 I have something to do 就是跟 有某種關聯 就是沒有一點關聯 OK 所以 nothing 是不是沒有 沒有一點關聯 不就是無關嗎 對不對 啊 有某種關聯 是不是有關 OK 商品是不是有一個事情有關 對不對 某件事情有關 有 有會跟你做在一起 是不是有關 OK 這樣了解嗎 這是一個片語 啊片語不要 片語呢 你 你現在國中還有 還有分課內跟課外 在高中的時候 他就不會告訴你課內課外 你就要自己去記 了解嗎 啊 現在 現在我們念國中 就是為高中的準備 OK 念高中就是為大學的準備 OK 好 那 我們既然都是有受教育的 我相信 肉呢 是受教育的 我們當然要念大學 好不好 我這一定要念大學 好 這個 這個時代 99%的人都念大學 所以我們一定要念大學 而且要念好的大學 好 就是英文弄好一點 以後找工作也好 找工作 然後 這個 不管是 去就業 或是幫書家裡面的就業 都 都不錯 OK 來 以後你這個英文 以後你這個大學的教科書 也有可能是英文 OK 這個是真的是這樣子 那英文不是說 他 為什麼要考這個 是一定是跟 以後你要練習的學校 有關 才會把這個科目當成是主要科目 聽得懂嗎 OK 你國中 國小學英文 國中學英文 高中學英文 大學還是學英文 畢業之後 還有人學英文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英文 真的很重要耶 喔 是 是關聯 有關 有關 就是有關 跟什麼 在一起 肚子在一起 有一個東西 跟你在一起 必須要跟在 就是關聯 沒有一點東西在一起 無關 好就這樣了解之後 來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裡面的內容 他說警察 發現他們所抓到 Cache是不是抓 他們抓到 昨天抓到這個人 昨天抓到這個人 根本 跟這個意外沒關 這樣你聽得懂嗎 嗯 所以你看這一題的 意思的速度 我請問你快不快 我要問你 你看這一題的速度 會不會看得很慢 題目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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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就好 所以 警察呢 發現到那件事情 什麼事情 這個人呢 他們 行動詞子記對不對 是倒過來翻 他們昨天抓到的這個人呢 根本 的 的 是不是加一個的 刮到黑子對不對 行動詞子記 是不是從護護器開始刮 刮到黑子 第二個動詞嘛 所以他們昨天抓到這個人 根本跟這個意外沒關 OK 好 A就這樣講 B 講什麼話 好 B要怎麼回答呢 What I can't believe the police let them go 就是說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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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沒有關 是不是跟你考這個片有關系 跟這個意外沒有關 可不可以放他走 可以 可以啊 所以他說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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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相信這個警察讓他走 嗯 不是說這個答案 從這個答案 他他就已經 就已經 警察不是已經發現 他没有关,让他走没有什么奇怪啊 嗯 没有什么奇怪,你为什么说我不敢相信 他本来就 假定说一个人跟 这个意外没关,他放他走,你会说他奇怪吗 你会说我不敢相信吗 不会 不会啊 所以这个不是意思不对,是说意思很奇怪,人家就说他没有关 没有关的话,你给人乱抓人,警察也不能乱抓人,所以 本来就是要让他走,所以 我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了解吗 嗯 好,B是可怜,这不是穷哦 可怜的人也许他可以要求警察来帮忙 好,我先看一下 我同意 他必定知道 有关于这个意外 真的啊,我想他是 这个人 导致这个意外的人 哇 这一题不好写,这一题我不 我不确定是哪个答案,我看一下 B,我现在一个一个来猜给你看,B是可怜的人 我问你啊,也许他可以要求警察来帮忙 他现在是 他现在跟意外没有关 这样可不可怜 你告诉他可不可怜 还好 没有可怜啊 没有可怜啊 他跟 他已经是 跟意外没有关,警察都已经发现了,所以他已经可以走了啊,不可怜啊 对不对 嗯 假定说你发现,警察跟你讲说,跟他这件意外 跟他 他跟这件意外没有关 对不对 嗯 你会说他可怜吗 不会 就让他走就好了啊,一点都不可怜,这样好啊 不是吗 对 OK 不可怜啊 所以我认为这个可怜有问题 好,C 我同意他必定知道有关于这个意外 好 好 我跟你讲喔 今天考这个题目是在你觉得两个人的立场是什么 今天不是说我要告诉你每个意思,然后告诉你 因为你这里有要你去思考啦 好 好,如果说我同意 我同意他必定知道一些意外 我同意是不是他跟他无关 嗯 那跟他无关 为什么会他必定知道一些意外 嗯 你同意 你同意他无关,既然无关 那你怎么知道他知道这个意外,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 嗯 好,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同意说他这个他没有关 他没有关,他怎么 他知不知道 我们没办法配断啊 他跟他这件事情 没有关啊 你同意,对不对 同意的话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 前面跟后面都不来 对 既然他无关 他怎么会知道这个意外 所以这个当然不会啊 OK C 真的吗 这样是不是怀疑 什么叫真的吗 请问这是不是怀疑 是 真的吗 我认为呢 他是这个导致意外 这个是不是说 这个是不是他是导致意外的人 后面是不是说他是 嗯 那这样子是不是算怀疑 低 那这当然是低 了解吗 嗯 今天 没有啦 我觉得今天这个 这个 你要怎么去思考 他是说他跟这件意外没关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警方 警方这些人 发现说这个 他们所抓到的这个人 昨天抓到这个人 他根本无关 没有没有一样东西 跟这个意外有关联 对不对 这样 已经 已经发现这样他无关了 那应该可以放他走啦 对不对 嗯 好 那怎么会是 蛤 我不敢相信这个人让他走 哦 因为他已经证明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A的答案 除非你是怀疑 对不对 对 而且 而且警察如果说他证明他是 没有事的话 如果说 你这边 我不能够 我无法相信这个警察让他走 警察 应该要让他走 可是警察 做什么是不是也是不知道 嗯 警察 只是花 他只是发现说他跟这边没有关 警察让不让他走 警察应该会让他走啦 但是呢 就算是让他走 呃 他也是 也就是说 除非你有怀疑 那E 是不是 你看看D 是不是最好 Really 是不是真的吗 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怀疑的意思 嗯 真的吗 我认为他是导致意外的人 那这样才会 这样是不是才是怀疑 所以答案是D 了解吗 了解 好 那为什么不选C 你说我同意 那我同意的话 那他是 跟这件事情无关 那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他已经无关了 所以 C一定化掉嘛 你写哪个答案啊 我写B 你写B 你写B 你不是穷人啊 可怜的人 他跟这件事情无关 这样可怜吗 不可怜 不可怜 那无关啊 然后也许他可以要求警察帮忙 这个 不需要他就可以走了啊 这被无关嘛 好不好 就to do is 就这样子啊 好 我们再看哪 下一 呃 看一下哪一题有错 来 这个是经手的题目 嗯 好 他说你看 这一个照片哪一个是真的 Nither 我都 watch 是不是两个都不是 Nither no 他考你文化 OK 他考你是句子 其实考你是文化 了解吗 了解 他说两个都不是 对不对 嗯 两个都没丢 现在是两个都丢 还是两个都没丢 都丢 那应该是boss吧 对不对 好 第一题应该没问题 B呢 两个钥匙都在我口袋 都在你口袋 那你 那你 你干嘛掏出来 掏出来是不是空的 嗯 所以B是不是也是错的 对 因为他掏出来是空的啊 对不对 C 这个男孩不能够 Either all Can other either 是不是Nither的意思 嗯 好 你现在问题是在哪里 Not either 是不是Nither 我刚才有没有跟你讲说 Not either all 等于Nither no 知不知道 臭Nither 有没有跟你讲过臭Nither 我们现在来看 你现在是 文化上面的一些 问题 问题 Not either all 有没有看到 Nither 有没有看到 Nither 有啊 有啊 你怎么知道有 因为 Not either 你这个拿过来 不就Nither了吗 嗯 对不对 对 就等于什么 Nither no 是No 要两个一起弄喔 因为O是另外一个喔 OK 嗯 所以你这个 Not 只能有一个 对不对 嗯 啊 Nither 我没有跟你讲过臭Nither Not either OK Nither O 对不对 对 Nither A,O,V嘛 A,B要一次对不对 要赢左啊对不对 Nither A,O,V 一模一样 OK中间那个是No 不是O 你要 你这个东西都要背得很熟 背好熟好熟 你知不知道 不能只有看一次啊 哦 哦 就是 那你这个那你你要用什么那你可以写Can那你写WELL那你写Do那随你啊OK 你注农时随便你写啦 你是不是写Can那 嗯 对不对 你写WELL那随你啊 你写Do那也没关系啊 我前面只是写给你看 OK 好那我就不写了 你要怎么写都可以这拿个E的O 就是Nither No 了解吗 对不对 好啊所以你现在是错在哪里 他 是不是 你这边有没有看到Nut 有 那你这边有没有看到 Either 啊这样不就是Nither了吗 是不是两个都没有 所以答案就是C OK 对不对 那 你的答案是不是 是不是 两个都有 啊两个都有他干嘛把口袋掏出来是不是没有找到 听得懂吗 好 Nither only Nither only but also是不是两个都有 知不知道哪里 only but also 知不知道这个片语 知道 那also可以省略掉哦 对等连接词 有没有一次写给你对等连接词 有没有 有 蛤 有 我现在给你讲 我现在给你讲Nither only 对等吗对不对 我现在写五个好不好对等人接词 好不好 好 这个是文化哦 你错的是文化 高中会更多哦 国中就这几个啊 嗯 我叫做国中的对承连接词 有没有讲过and about all names 对承连接词,对不对? 还有and about all names,我没有写啦 OK ABR一字 你知道ABR一字知道吗 好,所以这个叫做ABR一字 好,那AB有没有可能名词 有没有可能 有 啊,所以 如果 如果你这个AB 如果是名词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你这个AB呢,你可以什么东西 你可以是形容词 你可以是名词 你可以是动词 你可以是名词子句 只要是对诊就好了,知道吗 OK Yay 不懂你可以讲哦 好,OK 哎呀,奇怪,怎么那个纸跑掉了 好,就这样哦 好,就这样哦 然后再来呢,如果是名词的话,我们现在要开始五六七八的问题了 娃娃娃娃 现在开始要五六七八的问题 还没有,我要一次解决,来 好,那AB是不是可以名词 好,那AB是不是可以名词 对不对,所以五六七八,我把它改成名词 这时候你就有跟A跟B的问题了 OK 好 要码两个是跟B哦 找进的,OK 所以动词是跟B 好 needernode是找进的 动词还是跟B 好 Bose and B 那这个呢 就是两个加起来 所以这个是负数 PL就是负数 不加S的那一个 不加S的那一个 好 那那的Only but also也是找进的 如果它是名词的话 所以你这个An 两个都是名词的话 B也是名词的话 那你要找进的 Pose and B是两个 那这两个人当然是负数 那是Only an plus also bn 那是找进的 好,这样你了解吗 蛤 OK 整套记起来OK 国中的这种凝缺词,我一次解决 要码是A,要码是B 既不是A,也不是B A跟B两个都有 不仅仅是A,而且是B 中国是不是不知道 蛤,肉 诶,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哦,肉 哈喽 嗯 我是说 这两个叫对整连接词,知不知道 知道 是哦 那 E就A和B 是不是 对整连接词 所以你这个是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不对 啊,名词对名词 你看得懂我的符号吗 AB如果是形容词,就对形容词 名词就是对名词 动词对动词 你看得懂我的符号吗 所以A如果是形容词 B呢就是形容词 一模一样 OK OK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不然我再写一次也可以,可是这样会写的比较久 对不对,啊如果是名词,是不是对名词 对不对 啊如果是动词,是不是对动词 这样,这样写,是不是会比较久 啊名词使记,是不是对名词使句 那你听得懂吗 这样写就比较清 就比较 没有 要写比较久,所以AB要一字嘛 AB不是一字嘛,啊形容词不是对形容词吗 啊名词不是对名词吗 啊动词不是对动词吗 啊名词使记,对名词使记,这样了解吗 AB要一字,听得懂吗 懂还是不懂 意思啊 蛤 嗯 好 啊现在如果说A,如果是改为名词的话 那你这个动词要找进的,知不知道 我举个例子 E的 举个例子哦,来 E的 U O He,是Is还是R 所以 了解 好,我寫單數戶數好了 好,要嘛是你,要嘛是他可以啦 現在是不是跟B,所以是咱按B 對不對,所以是COMS 這樣了解嗎?跟B,這樣你聽得懂嗎? 嗯 好 好,這樣了不了解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TOM跟U現在少的是B,對不對 嗯 所以要用的是 R,對不對 好,這樣了解嗎? 嗯 所以我要找的是不是近 找的是不是近一點 跟U比較近 OK,不過就是負數嘛 那L,你本的LOSO也是 老師應該有教過這些東西吧 好 好 所以呢,不僅僅是你,而且是瑪麗 瑪麗,瑪麗是不是三代VS 所以這邊要加S OK,三代VS吧 嗯 好,這邊我不再講了 這個是 對整人間是一次解決 就是要嘛是A,要嘛是B 既不是A,也不是B 他沒有說一定是名詞 我可以是名詞對名詞 下面是不是都是代名詞對代名詞 名詞對不對 那我也可以是動詞對動詞 那我也可以 那我也可以 名詞直接代名詞自己 我也可以形容詞 可以形容詞 好 那你現在如果說 五到六 如果說你A,這個N是名詞的話 B也是名詞的話 那我就是找進的 所以U跟H,我要看的是 不是看U 因為是You come,He comes 所以看的是He 那Neither Know Neither Tom還是看 看Tom還是 兩個都不是 可是我找的是進的 所以呢 Tom 是 U 是 R OK 那Bose 呢 兩個都是互數 那Not only U U 是 Bring But also Mary Mary 是Bring 那我們找的是進的 這樣了解嗎 這整套都在這邊 叫對等連接詞 好,我講完了 了解還是不了解 好,第一個 對等連接詞有哪些 請記 And the better overland 現在看的是 And the better overland 裡面的更細部的部分 Either AL B不是A就是B Neither ANO B不是A 也不是B Bose AN的B Not only A 他會考你的不是他的意思 他會考你的是 閱讀測驗 或是透過一些克漏字來考你 其實是考文化 OK 好 好,所以你現在看這一題 所以 他既不是 男人 Only Bose 對不對 所以他 這個男孩 找到了 不只是鑰匙 也找到手錶 是不是AB 是不是要一次 Also 可以省電到A 是不是手錶 A是鑰匙 B是手錶 但是他沒有找到啊 OK 好,就這樣子好不好 節省時間 OK 下一題 You can tell You can tell from Betty's body That he didn't agree with her boss at all She keep shaking her head in the meeting 好,請問這個 Tale是告訴還是辨別 你知道 Tale可以當告訴 也可以當辨別 知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那你就不會對喔 Tale Tale Tale一個是告訴 一個是辨別 OK 好,這邊有個片語 這邊有個片語 Tale A from B 是辨別A 別於B 這整個 所以它是第二個意思辨別 Tale Tale A from B 不是告訴A從B 不是喔 辨別A 別於B 辨別兩個差別啦 所以這是騙語 騙語 好,就是這樣好不好 好,所以這個不是告訴 它也可以這樣辨別 它可以這樣告訴 可以這樣辨別 目前是辨別 所以Tale A from B 就是辨別A 別於B 所以這裡不是告訴 它說 你能夠辨別 Baddy 的身體 語言嗎 這個身體語言 它 就是它不同意 它的老闆 那的LO 是不是一點也不 那的LO 就一點也不了 那現在講同位語 被騙語就好了啦 好,就這樣 它一點也不 那裡頭就一點也不 被騙語就好了啦 好,就這樣 好,那你現在看它的意思 它說 你可以 告訴 沒有啦 辨別啦 這不是告訴 你可以辨別它的身體語言 那個 它不 現在 同位語 好,現在告訴你 什麼叫做同位語 我們同位語的 有 N1N2 同位語呢 現在跟你講 同位語有三種 N1N2 不一定要用逗號 叫同位語 同位語 國中就已經開始在講了 就是名詞對名詞 或者 patrim他是 bulk的 面詞對名詞對名詞錯 他給我的認知 用逗號 他有能先所探討 對名詞對名詞ità 對名詞對名詞對名詞 真的這麼誇張 N1N2 第一種就是肉 N1N2 我現在一個一個講肉 是我的學生 這個叫同位 互相解釋 第二種 用名詞時間地方 理由 譬如說新竹對不對 對 新 新 新竹 啊 好 我用的同位是 Where 這是 這是一種同位 叫做地方 還有一個是時間 時間 譬如說 This morning 是不是時間 嗯 好 那個時候你是不是上學 對 好 這個就是時間的同位 好 還有一個是理由 這個理由 為什麼他遲到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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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你國中的同位是 還有第五個 第五個 第五個 第六個 就一大堆了 好 好 再來呢 就是 這個想法 想法是不是一堆東西 嗯 想法怎麼樣怎麼樣 OK 好 那這個都是一樣 這個想法 想法是不是 sort 好 啊這個idea 是不是也是 列的sb 嗯哼 啊這個想法 對不對 啊這個計畫 是不是也是列的sb 嗯 OK 好 這個呢 就是這五種 同位於 好第一種 肉是誰 我的學生 同位於 N1N2 第二個呢 我用時間地方 新竹 是肉 所住的地方 啊這個叫做 名詞 子句 是 地方的同位 第三個 今天早上 會呢 那時候我去上學 這個是 時間的同位 再來 理由 就一定是 why 他為什麼遲到 這就是理由的同位 再來 全部都是let 這個想法 let sb 這個 idea 這個主意 let sb 這個計畫 let sb 啊現在這個是什麼 你看它現在是什麼 你看它現在是什麼 身體語言 對不對 let sb 所以身體語言 就是後面 它今天這裡 用的是 body language 身體語言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有內容的 那是什麼 啊 身體語言啊 你不知道身體語言嗎 不知道 好我跟妳講 你有聽過 假定有人皺眉頭 是不是表示他 不高興 嗯 啊皺眉頭 就是身體的語言 這樣妳聽得懂嗎 類似表情之類的 對對對 我們就叫做身體語言 嗯 啊皺眉頭 叫做身體 body language 所以 我覺得肉應該是還蠻單純的 那可是我們要知道 什麼叫身體語言 譬如說我叫的貓 牠要吃東西的時候 牠就會咬尾巴 OK 每次牠要吃東西 牠就會在妳面前咬尾巴 我就知道牠要吃東西 這就是牠身體語言 叫body language 啊 你這樣怎麼想 the cat body language 是什麼 let he 什麼 咬尾巴 對不對 weave his tail weave his tail weave his tail 那幹嘛 牠要吃東西 我一聽 這叫身體語言 啊這個想法 啊這個主意 這個計畫 對不對 還有這個 這個身體語言 現在是身體語言 所以妳 妳這裡 這裡就是說 妳可不可以辨別bety的身體語言 這個身體語言 叫做N1N2 互合名詞 然後呢 身體語言 這叫N1N2 身體語言跟什麼對等 跟什麼同位 後面這一句話同位 她 不同意 她的老闆的話 OK 這個就是她的N2 所以她的身體語言是什麼啊 身體語言是N1 N1N2的N1 互合名詞 身體語言是什麼 就是後面這件事 她不同意 她一點都不同意她的老闆 所以一定是皺眉頭 或是搖頭對不對 嗯 所以 你可以辨別 這個是綜合的意思 就是說妳可以辨別 妳知道是不是這一課的單字 可能是 可能是這一課的單字 了解嗎 了解 好 第四題來 第四題齁 所謂精熟四題就是 就是她把它寫得比較難 很像一如車眼 了解嗎 了解 有一些題目很簡單 有一些題目就是 要你去思考 好我們看第四題齁 Internet是不是網路 addiction是不是成立 妳知道是成立嗎 嗯 不知道 她怎麼沒給妳漂白 她應該給妳漂白齁 網路成立好不好 嗯 我給妳漂白 沒有漂白怎麼可以咧 這助中文就是漂白啦 嗯 網路成立啦 Internet是網路知道吧 嗯 addiction是成立 N1N2 網路成立 吼 吼對不起吼 好 好 網路成立是不是一個問題 在 融根室 對不對 然後呢 人們花 八個小時每天 花的時候做了沒有 做了 做了一定RNG2是還沒做 使用網路 好現在齁 這個 她現在考妳的是片椅啦 那我現在必須要告訴你 我現在必須要告訴你 什麼字接什麼字齁 Inflake是不是表示很多人都不知道 嗯 吼 那這個是 怎麼講咧 這叫轉成詞啦 那 呃 我這邊也有 但是你這邊 這邊應該是 往後講了齁 叫轉成詞齁 吼 那 有一點點 國高中共用的齁 呃 呃 我來用我的話講好了 你有聽過好Aber是轉折的嗎 有沒有聽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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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轉折的 知不知道 知道 好 我的文化碼一樣 我寄給妳 但是我用一個簡單版了 我給妳改成肉好不好 肉的文化碼 那這樣的話 稍微簡單一點好不好 嗯哼 因為這個文化碼 太重要太重要 可是 我給妳 國中版的就比較簡單 不是比較簡單 就是不用解釋到 那麼每一個都要知道這樣齁 我給妳知道我的文化碼 OK 嗯哼 好 什麼叫轉折好Aber你有聽過嗎 可是 有啊 轉折喔 壞了是不是然而 嗯 好 on the other hand 轉折 轉折 轉折有肯定變火定 還有異轉還有量轉 好 總共有三種 好 好 這叫轉折 好他很聰明 可是他不用功 對不對 嗯 痾 症變護護變症 壞了是然而 對不對 on the other hand 好 然後呢 我們說同向 我們剛才講 in fact 是不是表示很多人都不知道 嗯 好 就這樣 actually in fact 那我問妳喔 妳今天比較很多人都不知道 阿妳講很多人都知道 是不是人家會就講妳 會話 是不是 對啊 好妳知不知道一個人有兩個眼睛 一個鼻子 知道啊 那妳就說會話 不用妳來講 對不對 嗯 所以妳不能 妳這個in fact 一定要很多人都不知道 聽得懂嗎 嗯 好 妳知道 in fact 喔 妳知道 台灣做 事實上台灣做晶片 是世界排名第一耶 妳知不知道 就很多人不知道 對不對 有些人不知道啊 知道 好那這樣就是in fact OK 嗯 所以 我們今天 已經開始在講轉成詞的齁 轉成詞有因果的轉折的 我現在只跟你講轉折齁 還有一個叫做 呃 同向加碼 就是besize 就是 此外還要加心的 同一個方向 啊 那what more 這也是果中的 此外 哦 正的還要加正的 負的還要加負的 對不對 ing addition 是不是此外 嗯 但是妳要加新的事情 妳不能加舊的事情 喔 生病 是不是不好的 是 此外 他又錢又丟掉了 是不是又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嗯 你生病 妳又把錢丟了 那是不是 所以他就流落街頭了 所以 he is sick 哇 不好 besize he lost his money 要丟掉他的錢 哇 又一個新的不好 就這樣叫同向 同一個方向加碼 這樣了解嗎 嗯 好 好 for example 一定要支持上面那一句 不能跳句 好 我先給妳四個了 哦 嗯 四個 四個就好了 我們先弄四個 轉成詞 however 是不是轉折 轉折就是正變負 負變正 OK 嗯 正就是好 或是沒什麼不好 沒什麼不好 算是正的哦 負一定是不好 OK 嗯 嗯嗯 然後呢 壞了 是不是 藍了 或是 好 這是表轉折 那on the other hand 是不是在另外一方面 哦 然後呢 or row 是表讓步 就去100回50 這兩個 有人叫做半轉折啦 妳有沒有學過雖然 有 雖然他很聰明 但是他不用功 這個跟轉折 也是一種轉折 但是他是一半轉折 叫半轉折 就是說他沒有完全都退回來 雖然他很聰明 但是聰明是不是可以用 那只用一半啊 OK 那不用功啊 對不對 嗯 所以 妳國中學過轉折的 妳有讓步的 有同向加碼的 加上4個例子 是支持上面那一句 也就是說妳舉個例子 一定要支持上面那一句 不能跳進 In fact 就表示很多人都不知道 OK 好 我現在也跟你講4個囉 其他的我們先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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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 這個已經是妳的road 就是說妳好 ever 這叫轉折 正變呼呼變成 化阿斯蘭了 正變呼呼變成 昂里阿任在另外一方面 alroad呢 是去100回50 表讓步 表讓步 讓給妳 對不對 雖然他讓妳三局 但是妳還是輸了 對不對 讓給妳三局 是不是正的 那妳回來 妳還是輸了 對不對 嗯嗯 比賽是同向加碼 What's more 是更勝者 有沒有聽過What's more 有啊 更勝者 更進一步的 同向 可是要加薪的 生病的 更勝者 他把錢丟了 這是更勝者 他迷路了也可以啊 只要是不同的事情就可以 Full example 是支持上面呢 影廢表示很多都不知道 那我現在給妳講是 我要告訴妳這個原理 不是叫妳十倍 OK 嗯 好 那妳現在再看看 他說 他 我給妳說 他不應該不告訴妳說 這個是 這個是成立 照妳來講 這不是國中的單字 他應該給妳表白 網路成立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嗯 嗯 然後呢 每一個人花 八個小時玩一天 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妳不講 我是不是不知道 對 那是Infake啊 妳沒有跟我講 我哪知道啊 喔 OK 啊那 那個呢 What's more 同向加碼 沒有同向加碼啊 不是不是不是那個 To put in sample Simple 就是簡單的來說啊 把它 就是簡單的來說啊 嗯 把它放簡單一點 不就是 不就是簡單的來說 我給妳講喔 妳這個東西都有一點太難了 妳應該做那個利界的 利界不會這麼難 喔 簡單來說 那沒關係啊 妳問我 我就跟妳講啊 喔 然後呢 是在另外一方面 那要轉折 這有轉折嗎 沒有 這不是轉折啊 他說成立啊 然後呢 那花八小時 這 這 這個不是轉折啊 如果是 還是在講成立這件事 對不對 是不是事實上 表示很多人都不知道 嗯 妳不講我還 妳不講我就不知道 對不對 但是 In fact 妳不能說 事實上一個人 有兩個眼睛 一個鼻子 人家說會話 對不對 嗯 所以我 妳這種事實上 一定要很 相當多的人不知道 了解嗎 了解 好 看下一題 Mr.Louis 其實喜歡一件事 動名只是一件事 嗯 Listen to 一定要聽到聲音喔 有沒有跟妳講過 感官動詞 叫動言或VING 有 聽到那兒子 彈 放 然後play song 好 問妳喔 這是放歌 還是彈歌 放歌 彈歌 放歌的話 是play the music 喔 OK 嗯哼 好 所以這邊應該是 彈歌啦 OK 嗯 因為放歌不是play the music嗎 是啊 是啊 所以這個應該是 而且它後面也跟你講吉他課 對不對 嗯 好 這裡是不是 NSV 是不是NSV 呃 好 那現在 Playing song 這個 上是不是N 是 啊 SV不就是以任嗎 C啊 所以你NSV還不熟呢 是不是它所學的歌 嗯 你寫的是D 你現在主動跟被動都搞錯了 B加PP是被動耶 他們是學還是被學 學 對 請問他們是誰 他兒子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代名詞要代替先行詞 有啊 前面有什麼是互數 你告訴我 請你告訴我 前面有什麼是互數 啊 類的代名詞不是代替前面的名詞嗎 對啊 啊前面有什麼負數 沒有啊 什麼沒有 S O N G啊 哦 所以它代什麼是不是答案就不一樣 嗯 這樣聽得懂嗎 聽 所以你覺得它是考 考意思還是考文化 考文 當然是考文化 因為你類代替什麼 你的意思就不一樣耶 啊有沒有跟你講過代名詞還是代替先行詞 有 啊你這個類 你看前面有什麼是互數 是不是只有歌是互數 對 所以呢 這個 這個變成是歌被學習 意思就不通了啊 對不對 啊這個意思代替誰 他兒子 他的兒子 他兒子 他兒子學著歌 了解嗎 NSV 這個就是S 現在不是說聽我講解之後 你要自己去分析 分析他的句子 了解嗎 了解 這些題目應該比會考 稍微難一點 大概難25% OK 嗯 所以Louis喜歡聽他的兒子 動名詞 V.O.V.O.V.表示正在彈嘛 是 哦 彈歌 對不對 啊這個歌是 他兒子所學的歌 是不是NSV 嗯 哦 所以咱是C 你寫的是 N S B.P.P.P. 是不是B.J.是背學 對 歌背學 應該 應該 應該這是形容詞詞句耶 是不是他們學的歌就好了 嗯 那兒子是 答案是C了解嗎 了解 好這一題我就講了齁 好 然後你看第九題齁 一個課 大概線上安全 是不是N1N2 嗯 好你覺得線上要不要安全 你知道線上什麼不安全 你知道線上什麼不安全 你知不知道 網路 有人會偷你的資料 OK 嗯 對不對 各支會被偷嗎 嗯 你家的住址 你家的電話都知道了齁 你的帳號都知道了齁 這樣就不好了齁 所以一個教訓 這是課還是教訓 所以你這不要翻譯說課喔 你要翻譯說教訓 了解嗎 嗯 所以這個東西要背的時候就順便了解 OK 嗯 一個教訓是學給還是背給 背給 哪裡有B動詞 你告訴我哪裡有B動詞 你這個錯好多次了 哪裡有B動詞 B加PP 告訴我哪裡有B加PP 沒有 沒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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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錯好多次了 欸第三個 第三個沒有B動詞啊 你這個背動態沒有弄得很清楚 背動態是不是B加PP還記不記得 記得 阿哪裡有B B就是IsRM耶 哪裡有B動詞 不是這個地方有B動詞嗎 嗯 阿背動態是一定要有B動詞 對啊 B動詞就是IsRM還有WAS 對不對 嗯 阿我問你教訓是學還是被 教訓是給還是被給 給 蛤 教訓給學生 被給 我上次有沒有跟你講主動被動試試看 牛肉麵是吃還是被吃 被吃 阿老闆煮麵還是老闆被煮麵 煮麵 對啊 阿貓是餵還是被餵食物 被餵 阿貓是吃魚還是被吃魚 吃魚 阿 那教訓是給還是被給 被給 那應該是 is given阿 對不對 只有這個是被動態 了解嗎 嗯 齁 然後呢 你就去可以唸一個管理方面的 齁 或是說管理 就是說英文弄得很好的 好不好 嗯 齁 我們這個考試齁 那個很奇怪 我們不會 你國文好 你英文不好 你的國文也不一定申請得上 你知道嗎 知道 也就是說 你不管你要念什麼系 你的國音術 就永遠跑不掉 了解嗎 知道 到高中去還是國音術 還有社會自然 你可以不要社會可以不要自然 但是自然主跟社會主 那你以後 你譬如說你想要念商的話 或是念管理的話 你就可以不要自然 齁 那 所以我沒有說你完全不要 我是說你可以去選擇自然主 或社會主 就可以少念一些科 但是英文這一定 一定會有 所以但是我們一個人 一定要一兩科比較強 你現在國文比較強嘛 對不對 嗯 英文 因為國文是我們的語言對不對 對 所以比較 就算是你可以溝通 就算是你國文考不好 你還是可以跟任何人溝通 可是英文不一樣啊 大家 因為英文是世界都在用耶 所以你 你英文不管怎麼樣 都要把它弄好一點 好不好 嗯 啊我會 我會負責 就是說你以後不會的地方 我都會幫你講得很清楚 那高中的東西 好 國中的基礎把它弄好 一定會弄一定會好 而且你高中的東西 就是你要順便去被貪吃 OK 啊 而且你現在好 你現在也正在成長嘛 就是說 你的 你的以後的那個什麼 思考也會越來越 越來越 越穩健 了解嗎 好 那我剛才跟你講說 教訓 欸不會不會自己給啊 背給 所以一定要逼動吃 但是有沒有跟你講過 未來試 會有BPP 有 啊就是未來試啊 OK 今天下午還沒到嘛 對不對 這個教訓 線上安全教訓 會被給 所有的學生 了解嗎 好 下一題 Have the doctor 是不是已經 Have the doctor 是不是已經 嗯 好 業的是不是用於否移 否定跟疑問 有沒有跟你講過疑問 有 所以 醫生想到治療的計畫 嗎 對不對 嗯 已經 已經想到計畫了嗎 對不對 業了是不是已經 已經或是上位對不對 嗯 所以現在是已經 業了是用於否完成式 對嗎 嗯 OK 好請問一下 你現在是錯在 你現在錯在哪裡 有沒有跟你講過被動態的實態 變化在B動詞 有 A是不是被動態 不是 B也是被動態 喔 C也是被動態 D也是 是不是實態的變化在B動詞 有沒有跟你講過被動態的實態 有 我再給你復習一次要不要 還是不要 還是不要 還是要 要 要 來我復習一次 你現在應該是被動態 需要復習 一兩次 才會完完全解鎖 跟那個形容指示劑一樣 好 我現在就抓給你 好 在你的筆記抓就好了 來 好 好 我現在抓不到 糟糕 我可能弄錯了 糟糕 啊 找到了 有沒有看到 有 我們有講過 PP不會變 嗯 現在是 是不是B動詞在變 椅子PP 過去是 是不是瓦子PP 你剛才有沒有看到 ValbyPP 未來是 有 阿你有看到 進行式嗎 It's been 你剛才有看到 現在完成式嗎 有 還有 還有加助動詞 喔 好 我把這個 全部抓給你 齁 這是之前 還有 It's going to的 齁 全部都抓給你 齁 嗯嗯 好 我們現在看被動態喔 被動態 就是 B加PP 這個 B加PP 就是被動態 一定要有B動詞 那你這個PP呢 不會動 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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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都是PP嘛 那你現在實態的變化 那只要看B動詞就好了 喔 那現在是 是不是一直 嗯 啊 過去是不是瓦子嗎 OK 啊 未來是 不就是會有B嗎 PP不會動啊 啊 進行式 就是It's been啊 OK 嗯嗯 過去進行式 What's been 這個 紅的是 國中都還會考 未來進行式 不太會考 現在完成式 剛才不是看到HES病嗎 對不對 嗯 啊加注動詞 這個也會考 好 所以你現在 剛才那一題 就是考被動態 OK 所以呢 計畫是做還是被做 是現在 現在被做 還是過去被做 還是正在被做 還是已經被做 正在被做 我不知道啊 我看意思才知道 我先看看他意思是怎樣 他說這個醫生已經想到 治療的 Eric的病了嗎 那 怎樣 他們可能會完成 They are properly finished Finish 完成 Make it 做好了 對不對 嗯 那完成了沒有 順是很快 表示完成了沒有 還 還沒有啊 因為他說 順不是很快嗎 嗯 很快就會完成 不就是沒有完成嗎 對 那哪裡有未來的意思 沒有未 所以是不是 表示正在做還沒完成 嗯 那不就是吸嗎 對不對 是不是正在計畫 正在被計畫 對 所以叫被動態的進行式 了解嗎 了解 正在被做 表示還沒完成嘛 嗯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對 吸的答案最好 因為他正在被做嘛 那為什麼我要寫進行式 因為他說快要完成了 你有看到順嗎 既然說快要完成 是不是表示快要快要好了 嗯 好 這樣了解嗎 了解 哦 好 我們看往下講 可能會講不完 又會講不完 那沒關係啦 我盡量 我盡量講 因為你懂 比講速度 是不是還要更重要 嗯 對不對 你懂了 那即使說我沒有講完 但是我 我們 看你錯了多少 有的人錯的很少 就講得比較快 對不對 那 呃 沒關係 我們 我們現在看閱讀程 看看 因為那個會考 也不會每一題都很難 有些比較簡單 就是說你現在 夢到的都是比較難的 但是你會考 可能會改進一些些啦 但是呢 你這個錯誤 可能還是要再錯 目前看起來 還是沒到 欸 我希望你還是要 把握住這幾個月的時間 因為英文科目 呃 算重要 假定說你 你就是 就是高中去的時候 你這個英文可能 還是要再 還是要再 再弄 因為英文這個太重要了 高 你國中是國音術 高中呢 更是國音術 叫學測的科目 OK 嗯哼 好 你英文最好弄好 那你要 那你 那個理話好不好 不一定 也不一定 嗯 那你覺得你哪一科最差 比較弱 呃 或實話 算英文吧 算英文喔 哦 所以英文 你說是背科 它不完全是背科 不會啦 我們英文可以把你 英文可以把你弄得很好 但是你要 你要去背 理解之後再去背 因為英文是理解之後再去背 OK 嗯哼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What can we 這是學習還是得知 得知 得知 好得知有關於BUFF 的朋友 對不對 所以你的節點是不是 答案跟題目都有 這樣會不會 你知道什麼叫節點 就是我要找證據的節點 A K K就是節點 NOT 對不對 在哪裡會K到 對不對 叫節點 OK 嗯哼 好 他說 你現在 只要找的是 BUFF 的朋友 對不對 好 你先來看 BUFF DB 阿波羅 這是這 這五個人在講話 聽得懂嗎 嗯 OK 啊 你看看這是他在講話的符號 叫DB 會不會 先看圖會不會 會 這個在講話的是BUFF 對不對 嗯 是不是上面是BUFF在講話 嗯 這幾個人講 1 2 3 4 這是他們講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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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不會 會 會 好 現在呢 BUFF 的朋友 應該是不是就是這些 OK 好 那你現在一個一個找 你這種東西 是不是要快速找節點 你課文大概看或是 或是不要很仔細看大概看 因為真的時間也很重要 OK 嗯 我現在是解釋給你看 國中是這樣 高中更是這樣 OK 高中更長 OK 好 他說 Mate 有經驗 是不是 那個 碼頭拍賣 亞的是不是在那邊碼頭拍賣 對不對 嗯 好 你現在的節點是不是 找Mate 講的話 OK 你現在找節點 節點是兩個 AB 兩個部分 或ABC OK 你現在找亞特賽 亞特賽 你找Mate 有沒有亞特賽 有沒有 在這邊 有沒有亞特賽 他說我同意你 Upper 他講的話 有啊最後一個 你可以賺錢 然後遇到一些有趣的人 我 我交好朋友 在我的最後一次亞特賽 你有看到亞特賽嗎 有 有沒有看到 有 好啊你這樣看 他是不是有他有賺錢 他有交朋友對不對 對 對 A不就對了嗎 他有這個經驗 Appearance經驗啊 你不是找到了嗎 嗯 對不對 但是不要寫太快喔 有時候會有陷阱喔 你知道其他單再看一下 V JAMI是不是 有一個成功的亞特賽 你要注意 你的節點有時候可以分為三個 你有看到成功嗎 沒有 沒有 我知道 成功的亞特賽 上個禮拜 你注意時間點有沒有被騙喔 嗯哼 好你現在找JAMI 最後一個 你有看到成功嗎 沒有 你現在說JAMI是對的 我認為呢 他 這 伊德是不是在地圖 嗯 他甚至會比較好 伊德不是在地圖嗎 可是他 最後面前他 賣出去了 很多東西 那不就成功嗎 嗯哼 好你可以講你的想法 我在幫我現在還在看 先 先我再看他這句講什麼 齁 這是送還是賣啊 賣吧 賣 賣怎麼會是Sale啊 Sold啊 怎麼會Send Send是送耶 哦 我給東西給需要 它是免費的耶 是不是啊 嗯 你要看這個伊德不是在地圖嗎 唯一後代 他說呢 這樣比較好 什麼東西比較好 把東西你都全顧給人們 需要他們的人 所以我只是送出去很多東西 你這裡是送啊 他哪有賣 哦 嗯 但是根本就沒有賣的問題嘛 所以就把它劃掉了 OK 速度的問題 OK 可以 啊找節點 是 雅伯認為天氣是重要的 好 你現在節點是不是雅伯 對 啊天氣重要嗎 你就找找看 雅伯有沒有天氣重要 你就回去看 天氣看應該 雅伯有沒有說天氣很重要 沒有 雅伯我喜歡Yasale 那是很棒的機會賺錢 如果你 選對日志 我問你啊 他有講天氣 他就說禮拜六比較天 禮拜六比較好對不對 那是不是選週末比較好 對 沒講到天氣啊 你有看到講到天氣嗎 沒有 啊沒有 這不是風馬牛不相干 嗯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威熱我就打個問號 你根本就沒有提到天氣 所以是 是不用考慮 嗯 沒講的東西 對 不是他 錯也不是他 因為都沒提 沒有提 我怎麼知道對錯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好風馬牛不相干 好 然後第一呢 那呢 DB認為事務是比較便宜 線上比 有沒有跟你講過 又有銀爪 又有銀爪 有 好現在就是 我用小寫的A跟B 他說線上比 那個 在碼頭上面賣 更便宜 OK 嗯 好 好 你現在是不是找兩個 一個是Online 一個是YASAL 哪個比較便宜 好不好 DB的 哪個比較便宜 嗯 那個 你現在看一下 你有沒有做過YASAL 他不是很容易 你必須要收集東西 你要放價格 然後放他們 在桌子上面 然後等人們來 好 然後通常你必須要賣東西 在非常低價 欸 有看到嗎 有看到低價嗎 有 有 對不對 喔 order time 工作 然後呢 賺很少的錢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不賣 為什麼不賣你的東西 Online 是不是比較高的價格 有看到嗎 嗯 有 那這就知道啦 Online 有沒有看到Online 比較高的價格 那最後一期就是答案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答案啊 A啊 A啊 A就是答案啊 AB是節點 OK 有沒有看到Online比較高 有 這個YASAL是比較低 嗯 所以Online是比較貴啦 不是比較chip 是弄相反了 對不對 Online不是比較貴嗎 那是寫chip呢 OK 嗯 所以這個地方不對 OK 是Equensive 好 就這樣 這樣會不會 會 你寫的V是成功 你沒有找到這個字 你V根本沒有講成功啊 Jamy哪有講成功 他只是說他要送免會的啊 對不對 啊沒有講的東西 沒有講到成功啊 就化掉了嘛 OK 那要送東西就不會成功了 了解嗎 了解 好 好啊已經30分了 那我 講不完耶 我下次再講好不好 哦 好 呃 下次 你要繼續寫 你要繼續寫 你還是要繼續寫 對不累積 我下次一起講好不好 好 好 你要繼續寫 因為我不能講快 因為我會教你系統 好不好 嗯 你剛才這and是不是右影左 是啊 這圓形對圓形 這樣會不會 右影左 不是右影左嗎 對啊 計畫去做什麼事 還要做什麼事啊 a and b 不是右影左 嗯 對不對 是不是右影左 是 計畫去做什麼事右影左 對不對 對 哦 好 嗯 已經 啊 我現在沒有時間跟你講 因為我等一下要上課 嗯 我們今天先這樣子好不好 好 好 那 嗯 禮拜五 你再繼續寫哦 但是 好 等一下我寄給你 但是你一定要繼續寫好不好 嗯